今天是要来分享一下冬天的裙子穿搭 第一套look呢 毛衣配夏天的裙子的一个搭配 这条呢是Kate的连衣裙 然后我夏天也有穿过很多次 这件毛衣也是来自Kate的这个条纹毛衣 这套整体来说都是很慵懒的 所以我搭配爱马舍这个菜篮子包 鞋子还我搭着Alaya的这个芭蕾舞鞋马里真鞋 我现在没有穿袜子在里面 是因为我现在在家 如果要出门肯定还要穿一个白色的那种毛线袜在里面 也会很好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Saniel最近的高定 穿的那种白色的裤袜 我觉得白袜子在24年肯定是会有一个回归的 它那个单品我觉得是会时髦的 下一套呢裙子穿的是这个Totime的毛衣裙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条毛衣裙 不管这个花纹的细节还是它的裙形 我觉得都超级超级好看 就是很仙女的感觉 然后我会搭这个Saniel的方胖结背的时候呢 就是能刻画出一些腰身 就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这个裙子它底下是比较薄的嘛 其实你穿一个裤袜可能还是会冷 穿上这个靴子就觉得不会冷 它那条裙子是比较薄的那种 所以外面就要搭一个很厚的一定不会冷的外套 所以我又会搭这个毛毛外套 也很有节日的气氛我觉得 这件外套呢是我冬天出镜率很高的一件 就是我超爱的这个Lulu Studio的皮草外套 下面的这一套All Black 就很适合年末聚会或者是新年的时候穿 这套裙子来自Jason Wu 它其实是一个上衣加半裙 我这样配成一套 这一套整体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看起来直筒 但其实它又有一些腰身的裙子 虽然我没有很喜欢蕾丝的单品 但我觉得这一件上衣的蕾丝设计 不管是硬化还是做工都是很精细的 所以就不会显得俗气 反而是给这套look增加了一些亮点 这个半裙的长度和它整个版型我也非常喜欢 夏天的话其实单穿这一身就行了 冬天的话我可能会在外面套一件大衣 搭配Hydra Reckerman那一件 推材质的闪闪亮的大衣 也很符合这一套的年末聚会的主题 然后再搭配一双高跟鞋 Good to go 接下来这个look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条裙子 就是这一条Alaya的毛毛半裙 这套look其实之前有牌照跟大家分享过 是穿的这件Dero的牛仔外套 因为我觉得毛毛的材质 跟这个牛仔的材质是非常有冲突感的 搭在一起其实也是比较和谐的 中和调这两种材质的极端的感觉 休闲跟dress up融合 搭菜篮子 因为我觉得跟这整套look的感觉非常的搭 还是会搭这双Dero的长靴 接下来一套是一个长裙搭配裤子的搭配思路 我会用这件Peter Doe的衬衫长裙来搭配一条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是Kate的Abigail 裤型很好的一条直筒牛仔裤 这样扣一下让露出里面的裤子 就是很帅气的一个裙子look 鞋子的话我会搭这双Peter Doe的短靴 Henry超级超级喜欢我这双靴子 包的话呢就是搭配我的心境爱包 菜篮子 感觉菜篮子真的很百搭 基本上搭那套look都不会出错 最后一套裙子呢我穿的是Dero的这一条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超爱的这个露背的长裙 这一套的搭配思路就是用吊带裙搭配twee jacket 我会搭这一件 这一套呢我想走一个比较稍微dress up一点的路线 所以我搭配了Kate这一双很高跟鞋 因为这个包的这种流线型跟我这个领口也有些呼应 就是很put together的一个路 一身黑有一个这种棕色系的点缀也是很好的 既能凸显这个包也能凸显这个look 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六套冬天裙子的穿搭领 夏天的时候会再出一期裙子合集 然后来分享一下春夏裙子的搭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